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我的学生 其实就是我的老板 你的老板毕业一样嘛 白天不够 晚上也得 说吧 要谈什么 小蕾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怎么可能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就想好了再说 千万别骗我 我干嘛要骗你呀 你得相信我呀 同意 雪哥 你怎么来了 你放心回去来看看 这是你男朋友啊 这不是我妈的助理吗 你 你妈的助理 我在我妈办公室见过她 妈 你是不是出轨了 没有 没有 是我误会她了 你可不要被她骗了 不会 真的是我误会她了 你先回去吧 等我走啊 不是 我还有话跟她说 你先回去吧 你们俩没事了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谁 不许欺负我们家同意 知道吗 不行了 好了 我跟她做了 乖 来 来 culo 什么啊 我只是不想令她知道 知道什么 那个人是她妈 同意 同意 刘阿姨 是我啊 李总啊 您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事 我晚上回去吃饭 好的 我知道了 要出去啊 你有事吗 我就想问一下你 周末和杨菊的那个晚饭 怎么办 你拿主意吧 我要走 等一下 好了 那我陪你去吗 我回家 路上注意安全 顾佳伟 你就别再骗我了 我已经不是刚才实习的那个小姑娘了 你们这些人 怎么工作 怎么生活 怎么面对感情的 我都已经见识过了 我只是没想到 你居然也是这样的人 同意 你 你居然也是 见识过其中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深陷其中 你不知道其中的思维 我怎么做 你只是想过得好一点 趁着钱多就一定快乐吗 好 不是 你是知道过去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不想回头过去了 我已经不想回头过去了 没有 没有 她的爱情 和她的尊严 就像狗屎一样 你不能因为我姐的错误而惩罚我 你知道我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东西 可是别让咱们 我会不再来 童叶 童叶能原谅我吗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可以跟你发誓 我心里没有任何人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那我让你现在选择 你会怎么做 有什么事情 辞职 和那个人结束 或者我们分手 童叶 你这是何必呢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我跟他只是逢场走戏而已 我都是为了你呀 童叶 放手 童叶 童叶 你听我说 童叶 童叶 你 太多 выпill了 李总 天回来了 来来来 雪哥呢 哥哥出去了 一个人 好像是和佟老师一块出去的 好 妈 嗯 你今天不上班啊 回来了 我怎么感觉 你看到我有一点点失望 死那丫头 爸 你是不是在想佟老师 越说越礼物啊 其实爸 我挺喜欢佟老师的 如果你要是 针对他有相反的话 我不反对 我怎么胜出你这样的味 可能比较随我妈吧 爸 我先上楼 杜杜也去了 去吧 你怎么没有经济诚啊 没事 我挺好的 可别大意啊 我知道 沈总 饿了吧 满意 太满意了 远远先生 明天我的合同就要签订了 这个就算咱们提前清除 怎么样 行了 够了 别说了 不会是 又惦记了李总了吧 关你什么事 跟你说句实话吧 李德仁是绝对不会娶你的 那你会娶我吗 会啊 我一定会娶你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娶你 真的 李德仁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尽快甩掉这个女人 李德仁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李德仁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李总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我有点事儿 那个晚上不用等我 啊 早点休息 童老师 童老师 这是你啊 李总 李总 到家门口了怎么不进去啊 进去吧 你难道要睡大街啊 李总 他们大概都睡了 来 先坐吧 坐 他 我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害怕啊 没有 那 那就好 我还以为我挺吓人的呢 没有 您挺亲切的 谢谢你能这么说 李总 我还住那间客板了是吧 对 行 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时候也不早了 您早点睡 好 休息吧 李德仁觉得 同意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我希望你能以后要走 好 好 好 谢谢 宝贝 我 想 我 我 好 老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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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你了 快点写吧 谢谢 行 合作愉快 我全提你们了 合作愉快 本来应该留你们吃个饭 没关系 同学说什么 不用吃 我晚上有事 行 那我送你 燕燃 咱们 再约 谢总 慢走 好 老板 那你就不客气了啊 再约啊 小伟 你先出去吧 快点出去吧 你觉得不觉得 你觉得什么呀 有话说啊 这不像你的性格 你觉得不觉得那个老谢和燕燃 看见人 老谢干净那个德行 这你都没看出来啊 我告诉你 老谢在这个项目上 学聪明了 你小心点吧 李德仁觉得自己是时候 该和燕燃摊牌了 看不出来 我爸对你不服 看不出来 反正我爸还是要再婚的 如果一定要再婚的话 我前面那个人是你 我问你 如果是我姐那样的不行吗 开什么玩笑 绝对不行 为什么 虽然她是你亲姐姐 可你们俩完全都不同 她整天围着我爸嫌隐情 讨厌死 讨厌死 你干嘛突然提到她 她怎么了 没有啊 我 我就随便问问嘛 谁啊 说曹操就曹操 讨厌 你怎么会见面呢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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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屁 反正我就是讨厌她 讨厌她 来吧 我准备回来 我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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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做的 我先做了 我先做了 那你多吃了 我先做了 我先做了 你就不想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约你见面吗 你既然约我 自然有话要说 我何必多问呢 你和谷小伟怎么了 看拉师傅怎么好了 我想说什么 我也不能确定 不过你可以去查一查 或者让那女的谷小伟 你到底想说什么 谷小伟外面好像有个人 而且你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知道 那你 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是这样 我想你今天特地告诉我这些 就是为了让我难受吧 那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难受 你满意了吧 我希望你更难的关系 那你也不会得到你喜好的 无论是李德仁 还是谷小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先走了 等等 你现在没住我小伟家的什么意思 分手了 我自然不会住在她家 那你现在住哪儿 我住雪哥家 去吧去吧去吧 别以为你知道什么 你不要一记多人 当然 到了今天 我已经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了 那你也不在乎我爸你妈怎么想你了吗 那你也不在乎我爸你妈怎么想你了吗 要论不关采的事 你做的还少吗 不好意思 李总 你找我 你去哪儿了 我出去喝了杯咖啡 怎么了 没事 我已经交给其他人去做了 好 那我先出去了 你晚上有空吗 有啊 那晚上见 好 你是不是想我了 你是不是想我了 说出来想没想我 是 我想你了 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想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我 我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我 那你呢 你想我吗 当然想了 每天没事 每分每秒 我都在想你 那我怎么没看出来 因为你心里眼里都没有我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怎么不会呢 你肯定是今天又想起我了 觉得还是舍不得我 是不是因为公司签合同了 高兴了 所以想庆祝庆祝 你就再说 那么我们还是一艘小伙子 她还对她的 那你想夫人 你必须要是 现在的一切 不知道 如果您康人 不过 你现在要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 您觉得事前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来 坐下来 是不是因为男朋友的事不开心啊 我跟他说分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天了 他一个电话一条信息都没有了 那你希望从他这儿得到什么呢 求你回去 不知道 如果说他现在求你回去 你回去吧 那你还在意什么呢 我只是在想 也许他从来都没喜欢过我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没有男人不喜欢你 问题在于 他可能现在喜欢上别的人 或者是 别的东西 那李总 您能告诉我 到底是钱重要 还是感情重要 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好吧 如果说我这个所谓的有钱人告诉你 感情比 感情比钱重要 你相信吗 我信 我真的信 只要是您说的我就信 那我懂了 好 李总 时间也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我先上去了 好 好 别人 你对于陆林和老谢 要签合同这件事情 你和我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事 那我先出去了 好 老谢 你中午有空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迟到了啊 老谢老板 来 坐 贵人 到外面 点点清淡的菜 好的 谢老板 坐 上不着急找我什么事啊 哎呀 行老板 你行啊 哎呦 我真的不是有意了啊 堵车 我没跟你说堵车的事 我说啊 你在女人身上花心思可以 做生意 想多一点甜头 无可厚非 可你跟老同学 耍这种小手段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哎 哎 李德仁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耍小手段 哎 这我不明白了 你真不明白 还是装不明白 我装什么装 我真不明白 老谢 我今天坐在这儿 跟你说这些话 就是因为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没别的意思啊 不想跟你计较 但我是想提醒你 咱们下午为理解 哎呀 行了 我明白什么意思了 哎呀 那我怎么办呢 事我都办了 那就算我对不起你呗 但是你说你这女人 也太勾搭人了 哎 我跟她有事的时候 那我可问我 她说跟你没关系吗 哎 再说呢 你跟陆琳这么好的关系 你说你们俩 我不为自己考虑考虑 你说是不是 没人说不是 但是你现在把她弄成这样 你让我怎么处置她 她是你的人 你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她 嘿 老谢 可别这么说 现在她是你的人了 已经 什么 啊 我的人 哎呦 我跟她就是玩玩 你 什么叫我的人 她就是你的人 你怎么处置 老谢 你让我把话说多白 你才承认呢 啊 哎 我们俩这事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要是说 她亲口告诉我的 你信吗 她亲口告诉你的 嗯 嘿嘿嘿 行啊 看来还是你厉害 哈哈 李总 谢总 菜点好了 这个 好 李德元和老谢 都明白燕燃是个什么人 两人心照不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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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你今天为什么 无缘无故地请谢总吃顿饭 我也没看你们聊什么公事 天然 昨天 考虑了一夜 直到刚才和老谢 吃饭之前 我一直都在考虑 考虑什么 考虑你的安排 我的什么安排 我本来是想辞退你的 但我不是那种不念旧情的人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如果 你想走的话 我不会来问你 我还可以帮你 推荐一个工作目 如果你想留钱 我不会赶你走 我不会赶紧 这个助理的位置 恐怕现在已经不适合你了 你这些话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辞退我 为什么还要给我换工作岗位 我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对我不够坦白 这是公司的 行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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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太为难我了 为难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有没有点良心 是 我是和谢老板有一些接触 但我并没有损害你和公司的利益 我没有背叛过你 可是你呢 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不管工作还是工作之外 我都任老任怨 随叫随到 我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我还要怎么样 你给过我什么 你对公司的利益有没有损害 这个不是由你来评判的 这些年你工作确实很努力 我也给予了你很高的评价 和丰厚的报酬 我们之间 除了工作关系以外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是吗 其他的呢 你对得起我吗 你对得起我吗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说不要就不要 我还不如一件旧衣服 我还不如一件事 你现在说这些 就更没什么必要了 你和我之间的事情 心照不鲜 你希望我怎么样 你以为我会怎么样 太过分了 雪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 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误会了 雪哥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 也不想就这样离开 你 他付出了那么多 一定要加倍拿回来 雪柯 你不是找你爸去了吗 我真不该去找他 雪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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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是不是因为他才跟妈离婚的 哎呀 这个孩子 你说什么呢 我跟你妈妈离婚多少年了 她到公司刚几年 谁知道你俩是不是之前就好上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 反正我就是讨厌她 真想不通 你为什么会喜欢她 真想不通 你为什么会喜欢她 小哥 事情呢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而且现在 不已经结束了吗 真结束了 她 你不是已经听到了吗 你让她走 我不想她再带你身边 你至于吗 你就说你答不答应我 好 我答应了 我明天叫她辞职行吗 你保证 我保证 保证 保证 怎么 你又舍不得了 不是 月儿 这个事情呢 就不要跟别人再说 你是想说 让我不要告诉同意吧 所有的人 这不是什么好事 你自己知道就好 是吧不好 行吧 答应爸爸不生气 好吧 就原谅你这一次 李总 雪非跟你俩没事吧 没事没事 这个 发点小孩脾气 也不第一次了 不用担心 谁发小孩子脾气了 还不都是因为 好了 反正你答应我的一定得做到 好一定一定 小孩子嘛 发点脾气也正常 那你们 你们聊 好好好 没事 没事 上回去吧 李德仁的个性 奄然了解 他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这个事 我来说 你先回来 有时候 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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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他来说 他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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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